魔术手法千奇百遍 专用道具也能以假乱针 因此就有人动了歪脑筋 花莲市一名65岁的正姓男子 利用春节期间人多的时段 到小吃店消费 但在结账时却拿出魔术用的千元大钞 逼真模样让店家在找完钱后才惊绝受骗 玩无接掌的时代 一碗米粉跟一颗茶叶蛋再来杯红茶 55元应该不过分 但有人却抠门到连55元都不肯付 还想借此假钞换真钞 说到店家找零油门一催立马落跑 就是做贼心虚 花莲一名正姓男子在春节期间 趁着知名米粉跟人多热闹的时候 用假大钞换真钱 先把千元假钞对折 在对折买了米粉跟茶叶蛋 跟一杯红茶一租只要55元 借由大钞找零换得945元 一个背面印中央印制厂 一个印魔术印制厂 一忙起来还真的分不出来 但店家没赚钱还倒贴真的好气 正照天天在拿到底怎么分 三个口诀转一转摸一摸看一看 转个方向防卫线会有七彩光 摸一摸左边一千元次样 真钞会有突出墨迹 再仔细看一看左下角会有特殊图样 一百块锈梅花一千元锈菊花 钞票号码等处跟真钞极为相似 如果不仔细核对容易遭蒙骗受害 仿真千元假钞钞票编码都编上 没有细心比较根本看不出来 生意好店家没时间辨真 不小心上当受骗 未来只能小心再小心 记者时力请张佩颖花莲采访报道